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我們平時飲的水都充滿了重金屬、雜質、錄氣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瞬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生命資源、健康之存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2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與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袁先生 你好 Della 你好 大家好 在現今的繁華社會 其實患有抑鬱症的人 其實都不少 根據官方的數字來說都很多 當然有些大部分人士都會覺得自己有些低落 就去看醫生的時候 當數醫生都會開一些抗抑鬱藥 抗憂鬱藥那些 其實一個人去尋求當然是希望解決那個問題 心結死結那些纏繞在一起 但最終就是導致那個副作用 導致他有那個自殺的傾向 那是不是違反了那個醫療的效果 很多時候呢 有些病人或者家裡有人有抑鬱病 他們就怕什麼呢 怕病人會自殺 所以他說不行不行 我們要處理這個問題 否則他會自殺 於是就用這些所謂抗抑鬱藥 但你慢慢想不到抗抑鬱藥的其中一個副作用 就是自殺 這個資料當然是在日本的數據 近十年來抑鬱症的病人是越來越多的 近十年來是有激增的趨勢 為什麼呢 我還要慢慢了解為什麼 他說胡錡過去的數據 能夠顯得抑鬱症的患罪 是爆發性的增加的程度 在日本 1984年 情緒失調的患者有九萬六千人 而事實上 所謂情緒失調 其實都屬於憂鬱症的 所以你會將九萬六千人 當作憂鬱症的數目 這個數目 六年裏面差不多是一倍 一倍 真的很厲害 對呀 那個數字在日本裏面 而他說目前 已經突破了一百萬大關 1984年開始 20年裏面增加了十倍 這是非常之不正常的情況 很明顯日本人的心 在快速地破解中 有專家認為 其實患抑鬱症患者 其實有五百萬人 很多醫生都認為 一百萬人 只不過是冰山一角 有驚人報告 全國日本上班族 有一半以上 都有表現出 抑鬱症患者 即是上班時 一半 咦?兩個是一個 即是超過一千萬人 是的 好了 那何謂抑鬱症患症呢 那症狀是怎樣呢 一般症狀是 疲累 倦怠感 身體很懶散 起不了床 那還有就是失眠 很難入睡 睡眠也很淺 那還有第三個 食慾不振 食起東西來 好像沒什麼味道 好像吃沙 那樣 那跟著體寵下降 那還有呢 是中痛 即是頭痛 肩膊 酸痛 即是東痛西痛 那好了 那當然 患者情緒低落 沒有什麼動力 那日常生活 就越來越沒辦法 順理進行 那抑鬱症當然 最慘的結果 就是自殺 是 原來日本近年來 每年有三萬以上的人自殺 這就算是千種國家 日本都成為一個自殺的大國 嗯 我們表面看日本好像幾好 很太平 基本上很穩定的國家 原來有這麼多人自殺 難怪有些日本戲裡面有些自殺日記 事殺死亡錄那些戲上演 很多這些 可能是一千萬人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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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當然 那 你可以看到 這個是自殺的人 多數都是憂鬱症狀 對吧 那 好了 那要看看為什麼 原來有一種抗抑鬱藥是Paxel 是一個消瘦第一的 方單裡面的副作用欄 竟然寫到是小心自殺的意圖 就是增強求死的慾望 那這個不可以當它無盜的 對 副作用不單單是這樣 還有 你看看這個藥的 其他副作用 焦慮 失眠 焦躁 興奮 錯亂 幻覺 震鬥 頻密 脈搏 經亂 還有 嘔吐 輻射 血液異常 即白血球減少 肝功能的障礙 腎功能的障礙等等 那你也看到 還有這麼多這些異常反應的毒藥 你想想 對精神狀態當然會有不好的影響 如果出現這麼多 本身患者已經很低落 沒有動力 但是如果吃了這個 Apexel 這個藥之後 其實還會出現更多這些問題 其實好像就真的 雙口上灑鹽 再加重病情 所有的憂鬱症病徵去治療 竟然就是這個藥的副作用 當然在用藥裡面 在現在的抗抑瘟藥有幾種 其中一個叫SSRI SSRI全名叫做 選擇性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劑 OK 這個可以抑制血清素再吸收 當然 當時以為 這個藥比以前的抗抑瘟藥 比較少 其中這個代表就是Paxel 就是所說這個Paxel Depromel Depromel Lowox Joloft 這種三種 還有一種 另外叫做SNRI SNRI 是屬於全名叫做 血清素和精神上腺素再吸收抑制劑 即是給SSRI 多了抑制精神上腺素再吸收的功能 效果好些 但抗抑作用的更加更多 這是另類的藥物 也有提醒會傷害他人行為的藥物 200年官方承認 商品的名字是Dolactoman 使用者佔每年大概40萬 這兩類抗抑瘟藥的使用人數 加起來是推測大約500萬人以上 只要你看到藥物的銷售 就可以知道患抑瘟的人的數字 是的 這些藥物都說明是具有傷害他人行為的副作用 導致對他人施加暴力 這個在5月8日 口爐傘發表對藥品荒單裏面的 要修訂的指引 要說清楚這個問題 其實這方面的數字 即是出現問題的數字 經過醫藥品醫療機構的綜合機構 自己的調查 他說出現這些敵意 或者攻擊性副作用的患者 多達268宗 這是根據他自己的 其中有39宗對人施以暴力和傷害他人的行為 進行調查 他說無法否定 跟藥物和傷害的關聯有四宗 當然他盡量都是想辦法離開 好啊,就掩蓋吧 不是的,無關事的 沒有辦法,肯定這四宗是 當然,這是冰山一角 始終奉用這四種抗抑鬱患者 所以,終於攻擊性高的案例 在2004、2008年共有42件 其中衝動之下對家人施暴力 在路邊撞車 以及以金屬敲擊妻子的頭部之後被人捉到 很多時候我們經常看到街頭隨機殺人魔 毫無理由地突然間犯罪 其實有太多這些難以理解的罪犯 其實這些犯罪背後 一定存在精神病藥帶來的重大副作用 你可以看到最近多倫多 有一個中隙,有一個人駕車 全世界各地都是不斷的 他就說他因為他是暗戀 一個韓國的女生不醉 肯定他不會一般人沒有這樣的能力 當你吃了這些藥 他本來一定有情緒問題 一定是在吃這類的精神科藥 這個是精神科藥驅使之下 他就會做出這樣的行為 在我們大部分傳媒裡面 遇到這些校園槍殺 無緣八死 其實覺得他會這麼提一提 他有精神病的 就經常當是精神病做出的問題 其實不是精神病做出的問題 是精神病藥的副作用的問題 沒有說多一句 大部分這些人士 他們就說有精神病 他們其實都是在一個治療的期間 他們有在吃這些藥 不過就不提這些東西 當然也不會正視這個問題 我們很幸運 幾年前 美國有一個團體 拍了一個很好的紀錄片 就叫做The Marketing of Madness Are we all insane 總而我們也有DVD 在我們公司有得賣的 我很多時候遇到病人 我唯有當時這本書未存在 通常要求他們去看看資料 幸好現在這個資料 在網上都可以看到 The Marketing of Madness Are we all insane 馬上有機會上網去查一查 都整個一個小時 一個幾兩個小時 拍得很好 拍得很好 訪問很多精神科的專家 教授 原來有本書叫做《藥物濫用的臨床學》 這本書提出警告 他認為精神安定劑 會引誘人進行各種反射行動 其中一系列 最多是第一自殺意圖 第二四處遊蕩 第三暴力行為 第四損壞物品 第五是血被逼他人 明明應該是精神安定的藥 其副作用 竟然導致很多反社會的異常行為 這兩系列 你怎麼說好呢 好了 我們有什麼做得呢 當我們被醫生說要你吃這藥 醫生拿一張抗抑鬱劑的藥物放單 即是那個Fact Sheets Information 如果醫生拒絕 當然離開這間醫院 拿到文件之後 你就好好熟讀內容 裡面可以很明顯看到 是自殺的意圖 以及攻擊衝動 這些重大副作用的標題 這些衝擊的事實 患者和家人都應該知道 很可惜 很多人都不清楚這些問題 開始熟讀之後 結果就出現家人自殺 很多很多的 其實在這本書裡面的作者 都揭露了很多時候 所有對抗的 譬如抑鬱 情緒低落的藥物裡面 其實都做出了 是更加令患者抑鬱的情況 或者好像剛才說到 在一個反社會行為的情況 更加嚴重 雖然提了 就是看了醫生 醫生告訴你 有你要服服抗抑鬱藥的時候 家人各人都要看看 那張說明書裡面 究竟有什麼副作用 才好考慮去用不用 這個作者是提出的 基本上你不會用的了 沒錯 你完全想不到 我曾經都說 我們待會回來 我們又再繼續回到 我們今天的題目 就是竟然因為抗抑鬱藥而自殺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 同類療法 和碗腸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 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起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HEALING.COM.HK 歡迎回來第二節 原網台的治療法語力 繼續我們今天的題目 竟因抗抑鬱藥而自殺 如今在上一節 我們說過抗抑鬱藥 裡面的第三代SSRI的藥品 日本的數字 用了藥品之後 其實自殺者的人數 暴增十倍 原來很明顯是抗抑鬱藥的原因 提出這個內幕 原來是一位英國精神科醫生 是 這位是叫做大衛Haley David Healey 他出了一本書 是叫做抗抑鬱藥的功與過 這本書出了之後 他就提出了指出這個問題 他說這些藥品出完之後 相比之下 自殺的人是倍增了十倍的 這種藥品怎麼會被可 其實應該是勒克禁止才對的 這本書提出了 當時那位希里博士 就想著 剛剛準備去加拿大多倫多大學 轉去那邊做教授 然後發表了這些批判 這個SRI的演講 就想不到 接著他收到大學發出的信 就拒絕他就任通知信 這次很明顯 你說出一些對藥筒不利的話 說出真話 他的工作都沒有了 當然本來打算請他 去多倫多大學醫學院教師 結果就不讓他做了 大家都知道這些學校是怎樣 什麼的性質 這個就是葛多倫多大學醫學院 好了 這個很明顯 Dr.Healy的醫生說了真話 他由這種新型抗疫威藥 得到了官方核可之後 令到自殺人一下子就升了很多 日本人的自殺數字 從二萬人一下子就升了三萬人 報紙和電視從來都不會看 從來都不會看這件事 好了 抑委症症是什麼呢 抑委症症就是體不起症做事 睡床 起床也很辛苦 一般的護主都覺得很煩厭 最後都是覺得做人沒有興趣 沒有意思 其實這個事情是怎樣出現呢 其實我們身體的腦裏面 有各種各樣的神經傳導物質 比如有血清素 這些物質是跟神經細胞釋放出來 會跟著其他神經細胞的受體結合 以傳達神經細胞間的訊息 反而患抑鬱症的腦裏面的人 的血清素 物質的分泌量是比較少的 造成大腦的活動力低降 由於沒有跟合體結合的血清素 就會本來原本釋放的神經細胞 再吸收回去 所以這些SSRI這類抗議 目的是阻止這些物質回復 因為你需要多一點 活化訊息的傳遞 記住 能夠阻止阻斷作用 本身對神經細胞是一種毒物 但其實在很多的資料方面 其實這些血清素 是否真的分泌少 從來沒有醫學上證實過 只是大家的想法就是這樣 所以在Market and Madness 裡面 大家會看到這方面的資料 根本是沒有辦法發現出來的 這些物質只有他們說出來的 根本是沒有這件事的 好了 左一個問題就是 戒斷症狀 你停藥的時候 出現了這些戒斷症狀 就會想吐、搖垮等等 這種第三代的藥物 會慢慢增加服用量 非常之恐怖 還有它說明 你要吃兩個星期之後才能看到效果 總之你一定要比較長一點的時間 令到你的身體 真的好像融合了藥物裡面 才能有效果 是的 很有趣 用兩個星期 在過期很多時候會出現焦慮 焦躁感 容易生氣的副作用 這種不安定的精神狀態 簡直叫做 Activation Syndrome 情緒活化症狀態 以為是應該的 應該的 應該的 這是正常的 消除了焦慮的藥物 還會引起焦慮 這些東西 簡直是可笑的 對於三、四成患者有效的 相對來說 對六、七成的患者根本是沒有效的 有的只是焦慮 焦躁感 容易生氣的副作用 而本身的效果根本一點都沒有 你想想想 六、七成根本是沒有效的 是的 當患者覺得很痛苦 對醫生說 吃這藥實在太難受了 讓我停藥 好了 結果就直接拒絕它 因為中途突然停藥 就出現上套 緩魂 搖管 這些中斷症的症狀 就算上庭 也無限不停 患者已經處於 前面是地獄 後面都是地獄 沒錯 沒錯 因為如果一停了的時候 當然這些反彈的效果 有出來的時候 本身病人或者家人都不認識的時候 當然會更加加重的擔心 唯有繼續吃 其實中斷症後群是藥物戒斷的症狀 這些患者很快被迫成為藥物上癮 這些深遠的影響 抑鬱症的患者和大家屬都一無所致 是 好了 那會怎樣辦呢 那會怎樣治療好呢 其實一種叫做 之前所說的五種醫療 其中一種是心理輔導 其實聊聊天 談話治療 對抑鬱症的康復比其他藥物都有效 很多時候發現那些病人 他都覺得有一系列的病 包括抑鬱問題 結果去了教堂 看完教堂 很多人認識很多人 那些人通常會跟你開解 聊聊天 對他們來說是很好的幫助 這些談話治療 對抑鬱症的恢復 是比任何藥物都有效的 跟親近的人 花一花一花一一一 即是聊聊聊天 跟心底最深處開始講 那會令到你的重獲生命力 那你多做食療 那個环米 环米就是一些糙米 那為什麼醋米那麼好呢 因為醋米有很多維他命B 其實在我們的醫療裡面 我們過去在閻網台都介紹過 那大家可以聽到 是的 其實真的在日常 正如醫生都經常強調 我們人的製造出來的細胞 都是營養的組合來一齊 所以在手藥的時候 改善一下我們自己的日常飲食 更均衡一些 可以吃得比較整存性一些 應該對整體整個人的健康都有幫助 包括這些精神科的情況都有的 好了 那這本書界還有講一件事呢 其實很多抑鬱症的醫療不好 其實他用的藥是多重性的藥 即他不是只用一隻用的 他很流行用幾種藥 當然你用這麼多種藥的時候 那個輔助的問題更加嚴重 沒錯 有個研究是216位患者 發生有14%用了三種以上抗抑鬱藥 只是抗抑鬱藥都有三種 精神科裡面原來是一種規定的抗抑鬱藥 是最多開兩種才叫做妥當 這個指引的感覺 原來只開一種 一定要兩種或以上來做治療 為什麼會出現呢 就像我所說 其實像Plexel這種藥 真正症的效果不是那麼多 有六七成的人是沒有效的 當作為一個醫生處理這些問題 這次又試試看 咦 沒什麼效果 他自然會想一下 就是試多另一種 就是說 就是在這種情況下 藥就越來越多 用幾種藥 他知道到底哪一種才好呢 因為他知道很多都是不好的 希望這隻不行 第二隻或者可以呢 是 這本書也講過 有一位小姐 38歲的小姐 在五年前就被診斷抑鬱症 接著就去國家大學的醫學院的精神科 那個深深奈科 四處看的期間 他服疫藥的種類就大大增加了 包括抗抑鬱藥兩種 抗焦慮藥一種 結果他就感覺到整個腦袋是空白的 情緒變得很平淡 沒有了感情那種感覺 沒有感覺的 變得完全沒有表情的 不會笑也不會哭 是一種很孤獨的問題 這種情況 很多人的家人都以為 這個就是抑鬱症 其實因為抑鬱症 所以就沒有辦法 但其實不是的 因為各種各樣抑鬱症的藥物 是帶出來的嚴重副作用 這些不是抑鬱症本身 是那些藥物帶出來的嚴重副作用 其實可能那個病患者 初期的時候 有些情緒的問題 可能比較容易生氣 或者就是突然之間 對所有的東西沒有了興趣 但是吃了這些藥物的時候 不但不會提升他們的興趣 反而就越搞正如這位女士 吃那麼多一種藥物的時候 他完全沒有表情 又不會笑也不會哭 好像一個木頭人 這些是藥物的副作用 我最近遇到一位 英國的朋友 我妹妹的好朋友 跟她吃飯之間 她媽媽開始告訴她 她的女兒一邊說一邊哭 就是這樣 她女兒是年輕的時候 十幾天有少許抑鬱 其中的原因是 我事後 在網上跟她回陳 照一些詳細的資料 她覺得小時候 挺孤獨的 爸爸想念做生意 很賺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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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跟小朋友的溝通少了 是 有一次 就遇到一些問題 即是她的朋友 那些子女 跟她強姦了她 但她又說不出 也不知道跟誰說好 因為她是家裡的熟人 結果她走了 就吃這些藥物 一吃了之後 是脫掉的 沒錯 她的媽媽跟我說 我也不知道怎樣幫她 我當時也是 叫她看那個 The Market of Madness 一定要了解背後 那些藥物一定要上辦法戒 戒在過程裡 因為她不是在香港 而是在外國 而是在英國的地方 我就教她 你記住這個方向一定要這樣走 你怎樣找什麼方法都好 當然是排毒 我當時就想著 要是來香港住半年 因為她以前也是在香港住的 所以沒有什麼大問題 但始終她們還沒做到這個 我就給她多多資料 第一就是想辦法排毒 譬如我們會幫她做換腸 我們有很多頻率治療 未循環治療 然後她去香港走山 因為是家裡的朋友 跟她媽媽去香港走山 游水 當然加強營養 你養好 你的身體抗藥的能力強 然後媽媽要嫁藥 如果她來香港 我們會這樣做 但當然她們沒有辦法安排 總之這是條路 要這樣做 你怎樣做到她 在那邊上辦法 希望她們可以真的找到正確的方向 而可以將問題轉圈 反轉去解決 這個情況 好了 我們在我自己的經驗裡面 很多精神科醫生是很忙的 我家裡有一個親子 他又成為精神科醫生 他忙到我們家裡吃飯 他會已經遲離 遲離之後 他累到抽筋 他其實開了檔幾年而已 很悶 我明白了 為甚麼 因為他的病人會不會好 他會繼續治療 治療到他自己都發了些為止 他首先要快點看這本書 你快點要解釋看這本書 他要賺錢 他不去看都沒用 在他各個層面 他只可以用到這些藥 他只是認識 目前當然 其實我們都醫了很多精神的情況 問題 在過去這麼多十年來 都醫了無數這些 很多時候 人醫好了之後 很多年來香港 都跟診所 四身嗨 然後他康復了 有女子 就結婚了 三十分仔 我們當然有很多 這些成功的案例 但那個病人家人 一定要明白 這個不是一個簡單過程 是很難的 但你有決心 是絕對可以做得到的 這個就是 好 那我們這節時間都差不多 一會兒我們回來 繼續我們今天 《自然療法與你》 那個題目就是 警因抗抑鬱藥而自殺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 去過大自然裏面 我們除了一個鞋 在那些草地行走下 這樣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 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 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已經有很多的客人 買了回去家裡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 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接地器產品 可以在我們 陸創意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了 聯絡電話是28824848 歡迎回來第三節 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繼續今天的題目就是 警因抗抑鬱藥而自殺 余醫生之前 我們提過 病人服送抗抑鬱藥 對自己做出的傷殘 甚至乎自殺 其實如果對於一個女士 她如果真的要服用抗鬱藥 其實對於她的將來 或者她要討養嬰兒的時候 會不會有影響 在醫學上 已經看到很多方面的資料 服用Paxel 這種抗鬱藥 連胎兒都受到不良的影響 很多時候 這些女性生出的新生醫院裡面 有很多有副作用的問題 出現了心臟畸形的先天性異常 在2008年為止的 9年期間 剛才說的也是在2002年開始 大概9年期間 確認了有89宗 是已知受害的案例 這就是 對孕婦出現這方面的問題 服用Paxel的女性 新生醫院嬰兒羅患 先天性心臟畸幾率 是一般的兩倍 於是醫藥品的有關團體的機構 將它的危險提高了一級 所以在這個問題裡 剛才我所說 吃這些藥品 是會導致所謂的斷藥性出現問題 有依賴了 或者停藥會出現緩魂 頭痛 失眠這些 叫戒斷症狀 人苦吃了這件事 這些戒斷症狀 就會出現在初生嬰兒 是不可以不視的 其中報告 確實有68宗 認可是因為 新生嬰兒毒藥物 戒斷症狀 是 嬰兒出生之後 出現了什麼呢 呼吸抑制了 呼吸好像停頓了 不呼吸 直接不呼吸 鎮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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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宗 鎮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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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很難說 孕婦 她應該是服藥 都很小心 這些都是由醫生處風的藥 但是 居然把災害圍留在胎兒身上 但是也有人提及到 服用抗精神藥的利他能 大家聽過 歌道多動兒 精神不集中 有多少這樣的小朋友 在學校裏面 哎呀不行啊 你的小朋友是多動 是很騷擾 是不是 我們不可以容忍這些 這樣的行為 很多時候叫她去看醫生 當時去看精神科醫生 通常開一隻藥 就是Retaline 利他林 其實這是一種 抗精神病藥來的 如果吃了這藥之後 出現的症狀 是出死心臟疾病等的問題 陸續出現 為什麼我要說這東西 Retaline 很多時候是當成一種興奮劑 是 你記不記得現在中國 在網上傳了很多資料 很多年輕的CEO 很多電視台的主要 是很年輕的 突然之間出死的 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呢 其實很大機會 這些人要吃這些興奮劑 OK 這些興奮劑的主要副作用 就是出死心臟疾病 你也看到的 他們說是年輕時突然之間死的 工作上突然之間死 好像牢獵而死 沒錯 日本也有很多這種情況 對不對 經常都想著 他的工作牢獵而死 其實他不是工作牢獵而死 其實他不是工作牢獵而死 是他吃這些藥的副作用 而出死 很多時候 有些人看不穿真正的問題 其實以為他們有壓力去找醫生 但醫生就覺得 給了這個Retinin的藥 令到他們突然之間死亡 這個資料是怎樣來的呢 原來在2006年2月10日 有一個頭版 美國食藥局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食物管理 他呼籲 原來對這些中樞神經氫粉劑 即Retinin 宣佈服食之後 可能提高出死 或者心臟功能障礙的危險 強調 就要在商品上加了注明 尼他林的藥成分 就是Methylvanidine 這種藥物是用於專注力不足的過度症 ADHD 專注力不足過度症的治療 的藥物 即是小孩子就注意力不足 靜不下來 用這種方法去處理 在1999年到2003年間 有19個小孩子 在內共有25個服食者死亡 食了這些藥物是死亡的 根據FDA的調查 利他林的復活者 其中有54宗 是出現嚴重的心血管疾病 這些只不過是受害者的一部分 問題就是這樣 十元仔本身就是喜歡玩的 是的 是的 動下來 我小時候都是屬於一種 喜歡玩耳環皮的 任性的 這是十元仔與生俱來的一種活力 用藥物去治療他 想到你都會害怕的 這些制藥的魔罩 是伸在這些小朋友裡面的 原來在這些利他林 美國每個月的服用的人數 十元仔有200萬人 大人有100萬人 嚇死你了 真是很可怕的 即使在美國的教育下都是趨向 他們可以很靈活性的 有些小朋友是這樣爬樹的 但原來也有200萬人的小朋友 要服用這種Retina去禁制他們 真的很不可思議 其他一種叫Adderal Adderal 也有抗精神科藥 在美國做了24個人 驅死 突然之間死亡 2005年加拿大 因為有20位服飾者 突然死亡 這個問題才會回收 要停用 是的 這個東西 好像在日本也是 服飾了這些藥之後 大人生分仔 都陸續出現出死 或者是羅患心臟病 在日本 都經常使用這些藥 至少有16個人出死 屬於抗精神病藥的一種 和氫粉劑的結構很相似 在日本就被認為 可以治療抑鬱症和渴衰症 即是突然之間睡覺 是的 在全世界有66個國家 政府把利他林 作為Adderal 即是高度抑鬱 專注問題的治療 但在日本是可以用抑鬱症的 在其他66個國家 是屬於Adderal 即是多動症 集中力不足 這些應用的 但日本就連抑鬱症 都當它是可以用的 這裡你可以看到 可以導致 為什麼會用得這麼多 曾經有段時間 患者可能有少少輕度抑鬱 隨便就給利他林 所以很容易找得到 這種好像輕粉劑的藥物 所以就散播了很多人 治療抑鬱症 治療抑鬱症 就跟著蔓延開來 很多人上癮 叫做小利 在1998年 口新散 就把利他林的適用範圍 縮小 希望這些藥物 就不會那麼容易流出市面 但這些藥物 很多時候在網上 大家都可以購買得到 因為之前已經濫用了 如果病人已經用了 其實基本上 都很容易購買得到 很多時候在日本 很多時候是成為一種輕粉劑 也有些個案 人們去藥房去偷這些藥物 其實這些情況 現在為什麼這麼多 這些過度會有輕粉 無法靜下來 其實很可能 是媽媽在懷孕期間 或者暴雨期間 暴露一些有害的化學物質的污染 當然化學物質會阻礙腦部的化溶 另外很多時候 合成的那些塗料 那些物質 也都會引起大腦過敏 這些所有的大腦過敏 或者低血糖 還有酸性的體質 都會導致 生蚊子躁動的問題 所以在飲食方面 是用自然的五谷蔬菜 限制甜食 限制加工的食物 在這方面的研究 是很久以前已經有的 曾經在用飲食方面 不准吃糖 不准吃顏料 減低化學的添加劑 證實是非常有效的 在這方面 在很多學校 在我國 都已經出現了一種告辞 學校裡面不准有汽水賣 是很快的 是 是 發現對學生 即是一時才知道 生蚊子躁動的 原來就是食物敏感 這些顏料的導致 對學校來說 要管教起來 資源要多很多 所以如果能夠在食物方面 至少在校園裡面 完全不讓那些垃圾食物存在 對生蚊子的行為方面 是好很多的 如果是這樣 可以做多一點工序 而且小朋友回到學校 都是想學習的 受教育 如果學校以身作則 就是執行了這件事 不要那麼多那些垃圾食物 供應給學生 從而讓學生 也得到健康的飲食習慣 他們的行為上面 不會出現了專注力不足 過度活躍的時候 其實雙方面都是有好處的 很簡單的 在食療上就可以做到這件事 這方面的資料在外國 我總而言在80年代 90年代已經接觸了很多 很多這方面的東西 相信香港也不是一個普及的資料 通常都流行吃西藥 大部分人都是這樣 想不到這些藥的副作用 是這麼危險的 所以我覺得大陸 其實很多這些所謂 年紀輕的人出死 其實不是因為過勞 是這些藥物的副作用 可能也有些人 希望效果 或者在他的成就上 比較急進 覺得好像力不從心 去看醫生 去什麼時候 想著去減壓 或者找求方法的時候 剛才想說 好像Retina 因為你專注力不足 可能認為他就是 因為你專注力不足 所以就做不到事情 讓他以為可以幫到他 其實就是 其實就是 其實這是一種興奮劑 你記得是很有趣的 其實這是一種興奮劑 但是我們用來醫治的興奮 對 在這本書裡面 《藥都不能吃了媽》 這位作者 他就推出很多個 聽到很多單的藥品 這些例子出來 都是跟本身的患者 出現那個問題 而那個藥物 也都繼續去造成那個問題出來 來用這個方法 不知道他在藥理上 應該用什麼的理論來做出來 所以這個書名很好的 《藥都不能吃了媽》 究竟你的身體得到的是治療 還是傷害呢 一個很大的question mark 這本書 我們經常提及這本書 就在我們的健康店 陸創意的健康店裡面 是有售的 希望大家 除了聽我們的節目 袁醫生很詳細地 講解給我們聽之外 大家有機會 都拿著這本書 去慢慢地 深入再去研究 這個就是在日本 亞馬遜網上書店 是五星級的評價 認為也都認為 是史上最完整的 藥品安全報告來的 大家可以用藥之前 查一下這本書 究竟對你是有害 還是有益呢 正確的資訊 是可以救你一命 大部分人的健康問題 是因為缺乏了正確的資訊 好 多謝袁醫生 跟我們今天做的分享 我們今天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的電話 跟袁醫生回診 電話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聽眾 亦可以透過Skype 和袁醫生做一個網上的會診 可以E-mail去 csandnaturalhealing.com.hk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